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三星电子日前正式公布了2023年第三季业绩,销售额为67.40兆韩元,同比下滑12.21%, 略低于市场预估的67.62兆韩元,净利润虽然同比下滑了40%至5.5兆韩元, 但仍远超分析师预期的2.52兆韩元,盈利情况大幅改善。 三星第三季度合并营收及营业利润的环比增长,主要受益于高附加值产品销量增加和平均售价有所上涨。 三星关键晶片部门营业亏损大幅收窄。 同时,客户比如苹果的新款智慧型手机的发布,手机面板业务盈利大幅增长。 另外,PC和行动装置的需求也有所改善。 三星今年第三季度半导体业务,设备解决方案,DS部门的亏损额仍高达3.75兆韩元,约合人民币203.6亿元。 加上半年半导体业务的亏损8.94兆韩元,仅今年前三季度半导体业务亏损就高达12.69兆韩元。 不过,得益于记忆体市场的缓慢恢复,特别是DRAM平均售价、ASP上涨和出货量增加,与二季度亏损4.4兆韩元相比。 三星三季度的半导体业务亏损额已经进一步收窄了14.8%。 三星表示,由于高附加值产品的销量和平均售价有所提升,记忆体晶片业务的亏损正持续减少当中。 系统半导体的获利则是受到主要应用需求恢复地盐的影响,但代工业务因设计突破,进而获得的新积压订单创下了季度新高。 对于记忆体晶片市场的展望,三星预计,第四季度记忆体晶片价格将较本季度上涨。 随着人工智慧应用的发展,晶片的整体需求将会上升。 三星还表示,尽管宏观经济仍然具有不确定性,但记忆体晶片市场有望复苏,预计2024年,DRAM需求将增加。 在手机面板业务方面,受大客户苹果新旗舰机型发布影响,获利大幅提升,而大尺寸面板业务本季也呈现亏损收敛情况。 另外,由于汽车客户以及可携式扬声器等消费影音产品的订单整体增加,使得汽车音响产品销量增加。 三星旗下的哈曼、哈尔曼International Industries单季营业利益创下历史新高。 第三季,三星电子的资本支出达到11.4兆韩元。 其中,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支出为10.2兆韩元。 三星显示器支出为0.7兆韩元。 累计,2023年前三季的资本支出总额为36.7兆韩元。 其中,33.4兆韩元分配给设备解决方案部门,1.6兆韩元分配到三星显示器。 展望2024年,三星表示,尽管大环境的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存在,但是记忆体市场状况有望复苏。 另外,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将寻求扩大先进节点制成产品的销售,并计划借由提高HBM3和HBM3E的销售,以行业领先的HBM生产能力来满足对高效能、高频宽产品的需求。 对于代工业务,第二代三奈米GAA制成技术将开始大规模生产,并将在其位于德州泰勒市的新工厂运营。 此外,在先进封装业务中,将根据从国内外HPC客户收到的多个订单开始生产,包括该公司结合逻辑、HBM和2.5D高级封装技术的一次性服务订单。 三星的竞争对手,英特尔公布2023财年第三季度财报。 根据财报数据,英特尔第三季度营收141.58亿美元,与去年同期的153.38亿美元相比,下降8%,这已是英特尔营收连续第七个季度下滑。 若不进入某些一次性项目,即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,第三季度归属于英特尔的调整后,净利润为17.39亿美元,与去年同期的15.26亿美元相比,增长14%。 在点评第三季度业绩时,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表示,他们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出色,这得益于他们的工艺和产品路线图的全面进展,与新代工厂客户的协议,以及他们将人工智慧带到各个领域的势头。 通过不懈地推进他们的战略,重建他们的执行引擎,以及兑现他们对客户的承诺,他们继续在IDM2.0转型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。 从具体业务线来看,当前消费市场的回暖迹象,已经开始在英特尔的营收上得以体现。 尽管英特尔代工服务事业部在第三季度的运营亏损,依旧达到了8600万美元,不过该部门营售为3.11亿美元,同比增长299%。 据DG Times援引韩国媒体The Alec的报道称,三星表示,其即将推出的SF1.4,1.4奈米级工艺技术将把奈米片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4个。 此举有望为效能和功耗带来显着的好处。 三星是第一家在2022年中期推出依赖于环绕炸及GAA奈米片电晶体的工艺技术的公司。 其SF3E也称为3GAE,即3nm Class Gate All Around Air。 该公司使用该技术制造各种晶片,但据信,该节点的使用仅限于微型晶片, 例如用于加密货币挖掘的晶片。 明年,三星计划推出SF3技术,该技术有望被更广泛的应用领域所采用。 三星计划在2025年推出其效能增强型SF3P技术,该技术专为数据中心CPU和GPU设计。 同样在2025年,三星预计将推出SF2,2奈米级制造工艺。 该工艺不仅依赖GAA电晶体,还将采用背面功率传输。 这在电晶体密度和功率传输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好处。 也许在推出基于GAA的SF3E后,三星生产节点的最大改革将发生在2027年。 届时,三星的SF1.4技术将通过将奈米片数量从三个增加到四个来获得额外的奈米片。 增加每个电晶体的奈米片数量可以增强驱动电流,从而提高效能。 更多的奈米片允许更多的电流流过电晶体,从而增强其开关能力和运行速度。 此外,更多的奈米片可以更好地控制电流,这有助于减少漏电流,从而降低功耗。 此外,改进的电流控制还意味着电晶体产生的热量更少,从而提高了功率效率。 英特尔和台积电都打算分别于2024年和2025年开始使用GAA电晶体,分别对应Intel 20A和N2工艺技术。 韩国媒体认为,当这些公司推出基于奈米片的节点时,三星将在环绕炸机电晶体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,这可能对代工厂有利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。 谢谢。